來,歐董跟副局長 謝謝,華為您好 歐董長您好,陸副局長 那麼,今天是以高鐵以及航空的漲價為主要的報告 那麼,本席來承接稍早一點台東的劉兆豪劉委員 以及民進黨部分區蕭美琴蕭委員都在關心花東的這個鐵路的票價 那麼,在這裡為什麼我還是要請歐董事長您也一起來 那麼,如同剛剛所說的,因為歐董事長另外一個原因是你是台東人 所以,您也應該能夠感同身受至少在你的人生的一段期間裡面 你應該是很頻繁的有在乘坐台鐵、花東、台北等等 那麼,有關高鐵要漲價 本席也要在這裡,除了本席自己的經驗 那麼,並沒有辦法如同西部的幾位委員那麼長長的在乘坐高鐵 但是,本席也希望歐董事長能夠就現有的民生經濟的狀況 跟整體這個高鐵它必須往前發展的各種的財務狀況來衡量做考量 譬如說,整個高鐵 這我剛剛在桌子上拿到的訊息 雖然我本來就已經自己也準備了 就是,整個高鐵在通訊的部分並沒有那麼的順暢 那這一張資料上面寫,當然是某報社說 高鐵全線斷訊48次 那麼,整個來說,如果高鐵有這個想要賬任何的票價之前 是不是也必須要同時重視到整個提升品質 服務的品質 那我想,反過頭來 那麼,本席來自於花蓮 那本席就要把高鐵跟台鐵放在一起 讓全國整個鐵路運輸來做一個東西部的比較 如果剛剛盧嘉誠盧委員他也提到了台鐵 那麼,事實上本席是相當支持台鐵的 但是,如果說高鐵的漲價 我們是要求服務的品質要提升 那麼,台鐵啊 那麼,還沒有提到服務品質提升之前啊 恐怕一票難求啊,要先做好 那當然如果你要廣泛的把一票難求的這樣子的議題 把它當作是一個服務品質 那本席也認同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價位的調升之前 其實市場的機制 你要看,demand跟supply 供需之間 你無止盡地去提高了票價之後 如果,以花蓮人來說 我還真的很羨慕西部的人可以啊 因為提高了高鐵的票價而做得到高速鐵路啊 那,花蓮台東人啊 是連想都不敢想啊 提高了票價以後啊 我們也沒有高速鐵路可以做啊 所以,在這裡啊 本席當然要跟我們陸副局長來勉勵啊 如果,本席在每一次的質詢 從99年補選到立法院來 本席第一個要求 就是一定要解決 而且,花,東的一個一票難求的問題 當然,那麼,本席也知道 啊,現在採購了136捷的 這個普悠瑪的車廂 這到時候也到台東去啦 那,那麼,歐董事長 其實,我鼓勵台鐵把它做好品質啊 其實跟我們高鐵啊 在東部是沒有競爭的啦 那西部可能跟你們有一點競爭啦 不過,本席要求交通部 在花東啊 能完全的滿足 北回以及花東線的鐵路一票難求之前啊 這些車廂啊 那,本來跑到那個彰化 那就,那就繼續跑啦 因為我們也不去提議說 就是把這個車廂要拿回到花東來開 既然有增加的車廂 那是不是把新的車廂啊 用在整個花東跟北回線 能夠滿足解決一票難求為止 那,更何況 在農曆年馬上就到了 那,這一次的中秋節 其實啊,在9月25號 中秋節之後9月25號 台鐵有新的時刻表 那,本席也觀察了 整個南上北 南下北上的這樣的一個班次 普悠馬跟太魯閣 有增加了相當的數量 那,本期想要來請教一下 陸副局長 是不是在農曆年前 再一次改點 我們還會有一次改點 我們還會有一次改點 這一次的改點 有沒有把握 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鐵路一票難求 我還不要求您百分之百 因為我知道 普悠馬來了 也要測試上限 這些經驗 我想歐董事長都有 他買新車廂 那麼,陸副局長 是不是在農曆年前 再一次改點之後 九月二十五號的改點 還能夠進一步的 現在的改點 只解決了平日的購票 的這種困難 那麼,weekend 這個假日的購票 還是一樣困難 甚至於節日 那有沒有把握 在農曆年前 來的這一次改點 把它幾乎是完全解決 跟委員報告一下 剛剛委員一直很關心 這個花蓮的這個 輸贏的問題 那這一次九月二十五 改點可以感覺到 就是因為我們隨著這個 普悠馬陸續的交車 那每一個禮拜的班次 已經從七十四班 跳到一百零八班 那目前在十七組的交車裡面 他現在只用了七組 沒有錯 所以將來還會有大量的新車廂 下一個改點時間 我們會配合花東電企劃的完工 下次改點 花東電企劃完工 這個本期大概不會同一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葉部長講過了 一定要在農曆年前再改點一次 再加入更多的這個 這個新的車輛 否則你沒有機會解決 如果農曆年再讓花東的鄉親 感覺一票難求沒有辦法 絕大多數解決的話 那台鐵我 本期到立法院來支持台鐵的心 恐怕就會轉變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改點這個東西 牽涉到東部這個部分 但是 隨著委員這個 剛剛有關心到 就是我們普悠馬 大概到年底會全部交期 是 那經過完全測試之後 我們也希望在明年春節之前 是 北花這個路段 就算它如果 化東電企劃的完工 影響到我的改點的話 對 我們還是會用 加開的方式去投入北花的 沒錯嘛 所以至少北花 你要趕快先解決 是 好不好 好 那有這樣的承諾 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不好 我想歐董事長這邊 跟我們台鐵區這邊 都是鐵路運輸 我國的交通建設 現在是以鐵路為主在發展 那麼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 那麼我們請陳次長 好 陳次長 好 市長好 市長 雖然我沒有打PowerPoint喔 這也放的蠻大的喔 這個 在哪裡你看得出來嗎 這上面寫很清楚啦 白沙橋 白沙橋 這是 橫桿公路上面的白沙橋 白沙橋 在 一百零二年的五月份 台八線白沙橋 一百三十一點四公里處 那麼 因為白沙橋斷了線 斷了路 使得 整個 橫桿公路的交通 中斷 那麼 曾經在一百零二年的九月份 搶修 那麼 甚至於是 管制 讓大型車輛也通行 對不對 是 那很可惜的是 在一百零二年的 這個 九月 後期啊 天兔颱風 就最近這個颱風啊 讓白沙橋整個 從上面這個圖 啊 這個你可能就看不到清楚 有一個橋面 到你們幾乎修復了以後 整個橋面又被淹沒 那麼 本席在這裡要提醒啊 雖然今天不是在講公路 但是呢 白沙橋的修復啊 恐怕 要趕緊加強啊 那麼 尤其花東是以 觀光地區 剛剛在講鐵路運輸 都是以觀光地 觀光的產業為主 如果白沙橋遲遲未能修復 那麼 我們的觀光 可能大受啊 折扣 因為太魯閣國家公園 是啊 國 這個明文國際的一個國家公園 那麼 如果白沙橋不能修復 很多的國際旅客 都沒有辦法 他也啊 退房不到花蓮來 那麼在這裡 本席 是不是邀請啊 交通部啊 趕快 針對白沙橋 怎麼樣盡期修復 如果啊 在短期之內沒有辦法修復 修復的話 花蓮還有一個藍色公路 藍色公路 可以在海邊看上九彎十八塊 可以看上清水淡崖的美景 那麼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交通部啊 本席感受不到 藍色公路在交通部 心裡面的氛圍啊 那麼也就是說啊 如果整個花蓮的觀光 會因為公路局白沙橋斷 短期沒有辦法修復的話 要慎重的考慮另外一個海上的景點 也就是藍色公路 不曉得陳市長 您感覺怎麼樣 那 委員的關心啊 我想啊 這個台八線啊 這個白沙橋的這個 目前的情形啊 我先請公路局啊 做個報告 那至於藍色公路啊 其實啊 我們啊 部裡面啊 有在考慮這個事情 但是目前的這個運輸啊 目前以備員為主嘛 對不對 但是本期是要提到 定期的一個所謂的 航線跟將來的觀光的價值啊 牽涉到觀光的這個 確實是我們應該要 充分的關心啊 所以 應該要繼續來關心 請公路局先 欸 我想這樣好不好 那個公路局沒有關係 昨天局長才在我那裡齁 是 那我想 航政司就 先不必喔 我是不是可以請這個 復興航空的李副總 是 以及華信的張副總經理 你們一起來好不好 在不在 在 主席是不是 來 那個復興航空跟華信航空 兩位副總 好 我想本席就繼續了啦 希望不要延誤到時間 那個 這個 陳次長 本席在這裡 有一個離島 跟 東部的 這個 航班的 航線的 這個頻率圖 頻率的統計表 那麼當然如果 以 金門到台北 跟花蓮到台北 來對比的話 那麼 金門到台北 每天是有十九班 而 花蓮到台北 每天只有六班 那麼 本席是不是可以請 復興航空啊 您 除了 提高你的營運的效能之餘 因為本席在這裡 也有另外一個統計表 代表從一百零一年到一百零二年 那麼 常常啊 復興航空 五點的狀況啊 頻傳 甚至於多到有 九十分鐘 一百 這個三十分鐘 乃至於啊 這個七八十分鐘的常常有 那麼我知道去年到今年有所改善 那麼 因此呢 是不是準點率提高 讓搭乘航空的旅客能夠增加 剛剛 劉委員有說 他說很多鄉親啊 是為了要 疾難 疾病來來 台北就醫 有些是商業旅遊 那麼 如果以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啊 準點率都沒有辦法來確切執行的話 怎麼人家會喜歡用航空的服務 那 可不可以這個 我們這個 李副總 可不可以幫忙 把花東 把這個台北 那個花蓮的 航線的準點率提高 是的 這一定啊 包括 包括委員 這個對 首先對於這個 班機的誤點喔 先向花蓮的地區的 民眾道歉 是 一定會提高這個準點率 那麼如果啊 在九十九年本席 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曾經向復興航空要求 就如同今天的報告一樣 喔 既然離島 他在交通不便的前提下 能夠由交通部來補貼 喔 那麼我不啊 因為航空的運輸比較特殊 現在國際的航班 以及國際航空器的購買 在在搶購當中 我不阻止你們啊 來提高票價 但是 至少對花東地區 林貴U字頭V字頭的花東的縣民 是不是應該得到補助 像離島一樣 我想這個 是不是啊 將來啊 交通部以來慎重的考慮 好不好 現在目前就是他們的負擔是不增加的 縱使是票價增加 好 所以票價增加的話 花東地區也不會提高 花東沒有 對我講離 我們花東要比照離島嘛 對不對 對 對 花東喔 市長要講花東喔 我跟劉委員是一樣的心情 花東的部分我們會 會啊 會在苗局 再跟苗局來 好 總會員是啊 這個議案啊 一定要去考慮 那華信的部分 本期希望你們北高已經停飛了 將來如果啊 搭乘這個北花的這個人次之居多的時候呢 是不是華信啊 也可以考慮來飛 啊這個北花花北好不好 是 好 好那謝謝 好 好花東的弱勢哈 希望